这个心理素质是培养出来的 现在不是好多人都质疑你 说你当时肯定是我们一定有说的是真话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一个充分的采访 能够让你把你自己真实的那个过程 就是很多东西吧 现在重复的去说 也不是我也觉得累 你第一轮说和面对别人质疑的时候说又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可能会问的会详细一点好吗 那你这个过程大概开了多长时间你才发现 就是说这个选航定组织有可能出问题了 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就是到了就接近三门卡服务区 已经看到那个牌了 你怎么发现了呢 因为从服务区出来的时候他说有大车嘛 有大车就是比较多 然后我就随便点了一下刹车 就点刹车以后他就往上弹嘛 就像那种ABS介入一样 就有个反跳力 对 然后车搜不降 在微信里给他那个售后发了一句 我就说谁在谁在 谁在谁在 就是我就爱他这个是那个销售经理 我就爱他他 就是没说话 但你是只是说谁在谁在 你并没有说什么内容是吗 对 就是这么一句话是吧 9点27和这个群里说话 因为中间是有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我在车上下载了有七十多首歌 但是忽然之间 但是屏幕上蹦出一个东西 他没有了 瞬间就没有了 蹦了一下 我没看到的就没有了 我都从听了一个小时了 这歌怎么老是这几个歌 因为我下了七十多首歌了 对不对 就一首歌两分钟三分钟 我还能听两个小时吧 对不对 老是两首歌 后来我看一眼 然后我就把中央服务手这个按钮打开 里边U盘是在里边插着吗 U盘是滚烫滚烫的 是很滚烫的 然后中央服务手中间有一个小鼠标 它那上面也是非常滚烫的 这个事情 我也给奔驰总部的高级机工 给他也说了这个事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需要这个车进行车检之后才能 你当时是怀疑说 就这个细节跟你的车的故障之间有关联 可能是有关联的 你除了按一脚 踩了一脚刹射以外 你还没有采取过其他的方式 试图解除定速巡航的状态 巡航旁边有一个按钮 就是按一下可能会解除这个东西 你按了吗 我按了 就是不管用 按了以后什么反应呢 没反应 任何反应都没有 对还是120 正常情况下 按按钮 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是能解除的 正常情况下应该 我之前开的车也有巡航定速 有时候踩一下刹车或者是踩脚油门 它也都会解除 那你当时就是说你在没打电话之前 你不是说踩了一脚之后 有那种反跳的感觉吗 那你还接着踩过吗 又踩了一脚 又踩了一脚 还是往上摊那种 还是往上摊 那然后呢 就是再没踩 还接着 接着踩 没踩了 就踩着两脚 然后接到以后 我就把这个情况 我说车降不压速 是奔驰的人 还是4S店的人 奔驰的人 奔驰的人 他怎么说的呢 然后他就说 你转到一个最近的一个4S店 你当时给他们是怎么描述的 就是现在就是 定速信号打开以后不能取消 他们当时怎么告诉你的 他就说让我拉了一个电子手刹 让你啊 然后拉的时候我就报警 拉的时候报警 就滴滴滴 就是车上报警了 对车上一拉车上报警 然后他们怎么说的 然后就告诉我就是一件启动那个盖子能抠掉 抠掉之后呢 它上面还有一把就是那种小钥匙这种感觉 正常的我不是插进去转一下吗 他那不是转的 就是直接点一下 不是一件启动吗 他说让我把那个盖子抠了 就是我抠了之后也没反应 他说让我用钥匙 因为我有包嘛 我那个钥匙在后排 因为前排这个副驾驶上面 因为就我一个是开车 这上面就是放一个衣服啊 放个东西 就是拿一些拿水啊 或者拿盐就是比较麻烦 后来我就把包扔到后排了 我够不着 所以说就没用要是这个来进行这个对车熄会啊 这断电啊 那他还告诉你其他方式了吗 其他方式没有 因为当时屏幕上出现了有一个就是疲劳驾驶的那种提醒 就是一辆车旁边有个小咖啡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就按了OK 就是消除了 但是到第二次又出现的时候 我又按了一下 就是不消失 动物不再消失了 那这个标一直在的说明什么呢 这个我就说不了了 你不清楚 这个我就说不了了 这个我就说不了了 110指挥中心的人是说 人家是公安局 这个高速将近两个部门是独立的 110给我提供了一个电话 如果打电话就是我哄你 你觉得呢 不是你先你给我说一个救援电话 为他们收备怎么收备 这是你应该说的话吗 收备不收备是他的问题 我现在车停不了 你要是觉得你这样哄 有意义那你接着哄吧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问你 你看这种声音 我问你你现在是什么态度 他现在把电话移动一样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现在车没刷车现在停不了 他费用问题什么意思 救援需要费用啊 道路救援需要费用 先让我把这个费用给对方协商一下 然后就是第二次我又要打过去 看第二次接通之后他就不说话 你能看出来是什么 我看你 我要是不告诉你 这边这上有吗 通话记录111222 如果可能报了粗口 因为这个事儿 当时比较杀急 对对对 你说先不救人直接先谈费用 你是觉得他态度比较恶劣 你想把他录下来 对 他的态度那么恶劣 我肯定到时候会去投诉一类的 必须做这些决定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给录下来了 接到指令的时候他们已经出来 我们电话一直就是在联系 因为有的不是有车吗 我还要躲避这个不能撞上去 我要超车道行车道还有解析停车道 这几个道我要来回变换 所以说他也一直没追上我 然后就是刚开始那时候就是追尾大祸 你跟那个交警说的是吧 对 但是交警同时认为就是比较危险 一旦控制不好的话 就容易发生更大的事故 然后交警又说你蹭护栏 那护栏上不是都是一些螺丝 在固定吗 他是一段一段的 他那个护栏要是撞开了 他会插到车里边进行儿子伤害对不对 你要再有120的速度 你要是伤到牙要是抱胎怎么办 那你要是抱胎的话这个车就打滚了 控制不住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有没有才重新尝试过踩过刹车 没有啊 就是一直往前开呢 对啊 因为当时那时候就是 这个车逐渐就变多了嘛 嗯 就机动经理就在开车上 嗯 就躲避车 一般来说我们开高速 可能都会遇到那种情况哈 就是每开一段时间 可能就会有大车并排在一起 因为他也想烧车 然后有一些小车 就会从最左的那个车道去超车 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小范围内的 就是类似于车并排通行 然后后面的车 你过来的时候 你只能在超车道这种排队 等着前面的小车过去 你才能过去 你当时开车的时候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那天 就是以前遇见过 嗯 但是14号那天晚上 嗯 这是确实是没遇见过 一次都没遇到过 啊 他这个紧急停车道 嗯 他是空出来的 嗯 现在就是很少人一直站着停车道 不走的 嗯 但紧急停车道跟那个超车道比起来 他很窄的 窄但是能过车 之前提醒过 我让我蹭忽兰嘛 嗯 然后就是交警同志也非常着急 嗯 就说你怎么擦车擦车 嗯 可能是地方的方言吧 或者是 给蹭给这个擦表达能力是一样的 但是我当时 脑子里也是非常紧张的嘛 嗯 所以我就说我要想着擦车擦车 我还以为让我 打开上面跳车来 所以我就打开安全带 就是说实际上你是误解了他的话 对我误解了 嗯 我误解了他的话 也没有想跟警察问一声 那跳车 没有 因为那120的时速 那跳下去呢 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希望 那你要撞上去更没有生还的希望 那你在车里头 毕竟比你跳车实际上还安全 那你要撞大车上 那个 从脖子上都没了呀 像跳车这么危险的动作 你 你也没有跟警察确认一下 没有 他让你跳你觉得想跳 人的求生欲望有多大呀 你没看那个着火的视频吗 几十层高的时候 他不是也是往下跳吗 这是常人对死亡那个恐惧 对生的一个欲望 你觉得你当时是处于这种状态 对 正常人都是这样子吧 嗯 然后我就把电话往右边一放 就按开 按开安全带 取开安全带 然后这样收 就是一打开我就这样 就这一面嘛 就直接顶着 就打开了一面 后来我发现这车 那个 码数表 就往下掉 最低降到多少 90吧 90左右 90左右 车门一关 机长也在车速又上 上涨 一上涨 就是上涨到120 又定速定到那儿了 行进的过程中 推这个门 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吗 其实你又不是推成90度 你就是打开门 刺个半 那你当时刺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还是把个方向盘 对吧 按道理来讲 左右之间 它其实这个是有 力和反作用力的 在车里头 尤其在行进的过程中 那这个时候车它不会 它不会左右飘吗 不会飘啊 你身体用力 你胳膊又不用动啊 你就这样说 就这样 它不会动啊 就我的驾驶经验来说 如果要是在非常高的高速上 如果这个时候 要是使力要往侧面走的话 这个时候是很容易 拔在方向盘上会出现 运动款车 它有这个 恰腰的 有恰腰 就是让人坐起来比较舒服嘛 其实它那个车是很窄的 不是并不是像商务车那么宽 你是觉得你当时就是这种 往侧面使力 不会妨碍你这个时候 嗯 对 他说看到三个 那个ETC的收费口的时候 哪一个都行 你直接过去 障碍已经清除完了 我就选择了 就一直走超车道 然后你就从这个 冲过去了 对对 当时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所谓的收费站 那个口是很窄的 那个是120车速冲过去 是非常危险 120这个速度 它那个车再窄 最起码也能裹下一个大巴 嗯 对吧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说 这车 比大巴 要窄的多 但是要瞄准那个车道理 在120车速下 还是非常困难的 第一 就是说你可能 你开到一个陌生车的时候 嗯 你肯定会 就是正常行驶的时候 你会不确定 没有确定因素 就是你这个车宽多少 到哪应该 能顶到头啊 或者到边啊 嗯 人家都有一回记忆 我们每个人就是开一个车 你现在开这个车 已经开了四五年了 是不是觉得这辆车和自己融为一体了 嗯 那当时心情不紧张吗 你觉得你一定能过去 这个没有担心 没担心 一点都没担心 紧张是肯定会有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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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